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據足球報的消息,舞女這個夏天將會回歸上海海港 家庭原因讓她最終決定重回中超 今年初對慕利來港的確是劉陽新來最艱難的時間 往返葛竹和愛斯賓奴之間的她 在球隊得到的機會非常有限 所以考慮過回歸上海海港 但即使如此,她也一直努力堅持 拙殺切爾達的入球對她來說是堅持的最好回報 但她當時選擇也留下來的原因 今個夏天愛斯賓奴管理層大換血 新碎迪亞高馬天尼斯上任 雖然夏天球隊簽下本土資深前鋒祖斯路馬圖 愛借球員也全數歸隊 愛斯賓奴風扇競爭激烈 但夏訓一直跟對訓練 還有兩年合同的母女 本可以選擇繼續證明自己 但本部了解到 是家庭原因讓母女最終決定回歸中超 新冠疫情的影響 讓母女在上海的家人長期無法 和海外的母女夫妻和孩子團聚 老人非常想念孩子 此外母女還有其他家庭因素 讓她不得不選擇回到上海 綜合考慮之後 母女最終決定回歸上海海港 這個才有了重啟上海海港和愛斯賓奴的談判 在愛斯賓奴效力三年半 母女被國內球迷媒體親切清作全村的希望 她無疑是近年來中國球員劉陽的旗次 這番因為家庭原因最終決定回歸中超 確實略有遺憾 但相信這段西甲的劉陽生涯 對母女來說是意義非凡 可以受用終身 好方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